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有兔子耳朵发孤加持 简直是温柔可爱的本体 还有网友发现自从五年前认识了韩火火 师爷就开启了摆编造型录 从最初的优雅中长直发师 到后来突然剪成短发 变身迷倒万千少女的刘英俊 再到如今这样的小温柔诗宝宝 不知道下一个新造型 师爷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惊艳感受呢 这几天胡椒们一定有些纳闷 因为他们的爱豆胡歌曝光的近照里 皮肤有黑 简直成了黑芝麻胡 其实这是他最近录制的一个VCR的截图 十年后的今天我特别想 感谢这一路上给予我帮助 给我力量 让我走出困境 重拾自信的朋友们 当胡歌在VCR里感慨自己的十年变化时 小八哥却在怀念当年大名湖畔 那个路VCR都不忘给自己捧着打光板的爱美胡 你们也甭管出现的是黑胡还是白胡了 毕竟现在在忙着拍新片 南方车站的聚会的老胡 已经很久没挂牌营业了 有新图就知足吧 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本周六他就要亮相朗读者 朗读沙翁名剧哈姆雷特了 胡椒们都在友情提示 这也许会是老胡今年唯一给你们的新鲜粮了 大家且肯且珍惜吧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因为周董的一首新歌 不爱我就拉倒 兄姬这个词被玩坏了 昨天就有粉丝在网上发了自己和周董 一起打篮球的照片 表示很想靠上周董的兄姬 可惜正牌老婆昆灵在身边无法得逞 而不管别人怎么调侃 昆灵仍然是老公的头号粉丝 昆灵昨天参加活动接受采访时 大夸老公的新歌超好听 还力挺她的土味歌词创意无价 说到胸肌 昆灵还娇羞表示 周董的胸肌很好靠 很有安全感哦 她的歌词好像有被人家 好像有点恐怖的孩子 我觉得是她的创意 所以我觉得创意无价 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好 你有真实的靠家爱情 应该每个女朋友 每个老婆都可以靠我老公的 有啦 让她讲一下感想 感想 很有安全感 但她的胸肌是还在的 大家都在关注周董的胸肌 而好机友林书豪 却只在意周董的脸 昨天林书豪在社交平台上 PO了周董的新歌封面 但是把周董的脸 披成了自己的 周董在评论里哭笑不得 直呼要检举她 身边的爱人朋友 都这么卖力为她打糠 周董不愧是拥有 万千宠爱的小公主她 娱乐圈平平无奇 古天乐魔幻系列 现在又添了一个新梗 作为极限男人帮里的 90后忙内 张一新最近居然说出了 岁月对她是一把杀猪刀 这样的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她产生这样的魔幻想法呢 头条军帮你们问到了答案 Big Bang来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博 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大家好我是王迅 朋友们朋友们 都说极限男人帮走过的地方 段子必定出一框 果不其然 既平平无奇古天乐 容颜老去讲琴琴之后 桂圈明星又添心梗了 这次的主角是小绵羊张一新 接受我们的专访时 面对记者关于年纪的提问 她的回答可以说是相当拉仇恨了 如果说有人说你年纪大 或者说有人说你胖了 你觉得这两个哪个 最不想听到 这一个是弄死他 一个是 是吧 你怎么那么丑 但是一新你自己在线讨片里面 说你的变化 就说你老了 还有余伟文了 对 我是确实觉得就是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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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岁月 它还是 对我来说 是把杀猪刀的 是把杀猪刀的 对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庆幸 就是能够跟 哥哥们聚到一起 学到很多 一般 学不到的东西 看看旁边 帮哥和迅哥 一脸吃惊 又怀疑人生的表情 张匹弟 你这波操作 666啊 如果投了军 没记错的话 这还是头一次 看到口才赛高的 黄伯 聊不下去的场面 我让过这个话题 你聊吧 这没法聊了 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 张一星说 岁月对他是把杀猪刀 真的太过自谦了 张匹弟6岁的时候 出演咱老百姓时 灵气乖巧 后来一段时间 可能是因为伙食太好 慢慢的脸开始 变得肉嘟嘟 再后来就变成了 一个可爱的小胖子 可男神就是男神 人家的胖 真的就只是胖着玩玩的 长大后 很快就瘦成了 棱角分明的大帅哥 在韩国刚出道时的样子 不知道让多少女孩 一见物中身 后来把工作重心 放到国内 拍电影电视剧 参加综艺 依然还是五官立体 身材棒的少女杀手 岁月对他来说 哪里是把杀猪刀 分明就是指甲刀嘛 但这位同学 显然还是没有认清这个事实 因为害怕岁月杀猪 张一星一直不停地 努力努力 再努力挑战自己的极限 他的师父黄磊 之前就在拜托了冰箱中 说他工作太拼 太玩命 很是心疼了 在我们的专访中呢 张一星首次回应了这件事 云淡风轻地表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哥哥们 每一个哥哥们都非常关心我 爱护我 然后 对 为我想很多 但是 就像刚刚我说的 真的有的时候身不由己 不是说 你想停下来 这一切都能停下来 可是看到他那么开心地 说自己的三胎 头条军就明白了 这哪是身不由己 明明就是因为太热爱了呀 但新歌的名字 你确定不是黄磊帮你取的 我的三胎里面 就有一个麻婆豆腐这首歌 是吗 就是马上出的第三张专辑 先恭喜一下 一星即将诞生的三胎 但人家轰雷哥 可是实打实的有宝宝了 你就一点都不羡慕 听到这个问题 张一星一秒变严肃 很坦诚地聊起了 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渴望 他没好意思说 他问你有小孩了吗 这个希望也可以有 赶快有 希望也可以肯定会有 对 也是我的一个期待吧 希望以后遇到对的人 对 遇到对的人 有一段对的感情经历 跟一段好的婚姻 对应该也是我的期待 唉 说到这些 图德君才稍微 概特到了一点 一星说的年龄感 毕竟也快到 考虑成家问题的年纪了嘛 但是必须强调 这还远没到 岁月杀猪的程度哦 颜值一直在线 事业节节高升 还那么拼命的张一星 都在感叹岁月杀猪 而我们的岁月呢 永远是多福啊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啦 是不是觉得还没有看爽呢 那就赶快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觉得有更多娱乐资讯 让你看个够 在这里要感谢 最大的年轻人 心情互动社区 QQ心情部落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下周一中午11点半 咱们不见不散啦